记者洪素京台北报道,冯光远民视新节目夜深人未尽左首播,该单位在首播前到冯光远家持集,一推开家门映入眼帘的集市好几面的书墙以及CD柜,冯光远一见白T就前来介绍他的住所,而主持人也搞笑询问如果金浦从根吴宗县掉到海里,要救哪一个冯光远秒回吴宗县? 另外还有网友提问,光远有女友吗?然而冯光远近大谈恋爱观,毫不避讳,冯光远透露最近恋情,明示提供冯光远日前和吴宗县在政论节目上结怨,如今是过境前被问到金浦从根吴宗县掉到海里,要救哪一个? 冯光远表示吴宗县得奖后,对他评价更高,也觉得他开始做不错的节目,主持人笑说这答案会让网友满意,但冯光远却还是忍不住呛网友说不满意你可以去救金浦从,只喊这题目是挖洞给他跳。 冯光远表示近期很欣赏吴宗县,明示提供冯光远五年前以特殊性关系等语,批评金浦从靠着与前总统马英九关系密切而位居要经,反遭金浦从提告求偿。 冯光远几日前参序透露他和金浦从的官司持续进行中,更透露最近一次出庭情况,他笑说我在讲话时金浦从一直插嘴,让我不是很开心。 谁说偶像的恋情叫引人瞩目,昨晚直播中网友提问光远有女友吗? 对此冯光远笑说女儿是他最重要的情人,而说到最近一任伴侣,冯光远表示自己并没有时间去经营这段恋情,惹的女方不是很开心,自己也不应该去耽误人家,这段恋情便无疾而终。